早安慈激情 今天要连线到菲律宾 来看看当地有133位的志工 参与了这一次 无量意法水送的金藏演绎 邀请到的是这一次 负责带动的洪英黎师姐 英黎师姐早安 师姐早 大家早 英黎师姐我们在分享 这一次演绎的点点滴滴之前 先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感受一下菲律宾志工 这一次演绎的精彩片段 好 实在是很令人赞叹 因为场面庄严 然后动作整齐划一 英黎师姐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回想在这两个半月的 练习彩排的过程当中 哪一部分最困难最具挑战性 我们这次参加了三个段落 第一个就是开经济 大船师还有那个第十功德 那最挑战的应该是 第十功德飞天的队形 还有它那个痘痘图 那后来我就想到说 利用那个做衣服打扮的 那个方法 把我们飞天的人数 距离还有形状 画在那个帆布上 然后在站的位置上 再打动 那如果把这个布板 放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地标贴上去 而且可以非常容易 而且随时可以调动 那个飞天的方向 让我们的那个演绎的场面 更加庄严圆满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用 这样 哇 所以把你的创意分享出来 就是类似那个做衣服打扮的模式 把那个定点画在这个帆布上 太不容易了 那所以在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有133位的志工 加入演绎的行列 有什么人物故事 可以进一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次的演绎 志工有80几岁的 到最年轻的10来岁 那那个老菩萨 记得他每一次来都非常的用心 而且从来没有缺席 他的身体有一些弯曲 所以有一些动作对他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师兄很有耐心 而且非常的用心 去调整自己的身体 他旁边的师兄师姐 也非常配合他 去帮助他把那些动作做好 那其中也有一位师姐 他住得很远 他没有车 就每一次来 他都要脚踏车 踩来圆区排练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好 所以有志工 就是身体有病痛弯曲 没有办法拉直 但是还是成就完成了这一次的演绎 然后我们的英里师姐 在回想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这一次音乐要同步 跟台湾的小巨蛋一起来演绎 我们在过程是不是一波三折 还是有一些挑战性 据说我们是等了三年才有这么好的姻缘 对 因为在2020年的2月29号 原本我们是要演绎水灿 那结果在2月16号就封城了 那真的没办法 只有把它取消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听到去年的高雄的演绎之后 大家非常高兴 但是又在12月 12月在菲律宾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时间 大家志工都没办法参加 所以只好也打消那个炼头放弃 那在今年这个炼化的场面 因为时间也来不及排练 所以最后最后好不容易等到这一次 我们终于可以参加了 大家就非常的欢喜 全力以赴 同心同意的把这个演绎做到了 所以那天我们在15号有预录给台湾 大家都非常高兴 可以看到大家那份力量 很感动很震撼这样 好 所以最后最后 我要问一下英黎师姐 就是你自己的发喜跟心得 在整个过程下来 你的感动点是什么 我是觉得每一次我们实际的活动 都是在凝聚对类自己的凝聚 而且我们现在菲律宾也有很多部分 所以大家有时候也不认识 但是大家同在一个地方 在排练一个精湛的演绎的时候 大家的心都是紧紧的扣在一块的 然后就是共同的方向 在不同的唱颂唱颂的当间 我们去了解精湛的生意 然后当然有很多的难处 地方有挑战 但是因为大家和心和气 那就可以把一些挑战 难题一个人过了这样 把它超越 我觉得每一次的活动 都是让我学习的一个 好好的机会 然后这个也看 对 所以每一次都是让彼此 大家能够学习的机会 而且也从入金帐当中 看到大家的那份凝聚力 即便是因为过去疫情 没有办法有一些大型的聚会跟聚会 但是疫情过后 现在大家利用这一次 录金帐的机会 能够聚在一起 那么感恩英灵师姐 跟我们分享这一次 菲律宾志工录金帐的情形 感恩 好 对